我的同學對《環警察一個公道》 提出動機的意見 我讀一讀 講一講我怎樣看法 在《環警察一個公道》 爆眼女孩的影片中提到動機 你意思是政府想停止對抗 而示威者不想停止 因為得不到回應訴求 我不能夠說你高點傳錯 政府當然希望社會恢復正常 因為這會影響經濟 連主性都過不去 但如果政府急著要殺亭抗爭 他必須急著找尋解決 並不是現在出來開記者會 譴責暴力 用佛系方式等運動 政府用的是拖字決 反觀示威者的資源實在有限 積清無工作做可能是兼職 錢利用在買裝備交通困難 所以示威者相對於政府而言 特別是警察 不願意持久戰 這就是我同學的意見 這當然是一個假設 這些示威者 他們做這些示威 全部都是自發的 我講很多次了 其實這裡我們見到很多影子 就是有外國勢力支持示威者 即是說他們物資上面 是有不停的供應的 大家看看他們 數以千人戴台灣顏色的頭盔 如果這個不是集體供應 它沒可能會這樣發生 或者他們全部都是一式一樣的裝備 這些一定是後面 有人已經把物資準備好了 他們只是用 見到他們把遮鞋這樣訂 完全不當是自己的財物 也可以看到這些也不是他們自己的財物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示威者 對不起 應該說這些暴徒是沒有後面支持 那這個就不可能私人相信 但當然大部分出來一起遊行的示威者 那些沒有參與暴力衝突那些 很可能真的是自己圖河包 但他們出來就被條逃了一個星期 只是종ーカ 基本上走 layers 所以 我不同意示威者會是急著要動 他們是沒有急的因為 他們後面有錢 除非 어우iędzy 有沒有七味很 neurot legitim 我講過了 汇峰 兩位很高級的人 他就辭職,不是辭職,辭職自己辭職 那麽就傳說,我們沒有經過這個傳說 匯豐要換這麽高層是因為他們的董事局裏面換了大老闆 有人說是中國的平安銀行,很快就變成大股東 因此他就在董事會裏面要求這兩個人離職 原因是這兩個人和這次香港的送中裏面的資助有關係 亦都傳這兩個人和華為的孟晚舟被捕有關係 所以中國就找人買了匯豐,趕走了兩個關鍵人物 後面怎樣就不知道,這是傳說,我沒有什麼證據 不過傳近招式給我的人,我都信得過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對的,但當然我沒有證據 如果真的生在水龍頭的話,他們的物資供應就少了 錢財線,暴力事件自然會減低 我們也看到,自從匯豐國兩個高層人士離開之後 上星期旅遊行,之後沒有衝突 一直到目前為止,都不見到黑衣人出來再和警察有暴力衝突 很奇怪吧? 我都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匯豐換人會影響到 香港的示威者不再和警察無力衝突 你可以說,因為警察不和他們衝突 對不起,我不買這個概念 因為警察一直以來都是順水相維持的 是那些暴徒衝擊警察,迫警察出手 大家不要忘記那些暴徒曾經為警察逐顧 去過不同的警署扔汽油彈 亦去過黃大仙紀錄部隊宿舍、病磚 亦都見過一些暴徒 阻塞紅磡海底隧道 阻塞主要的交通公路 甚至有核火車司機被人打身 他新買落地三個月的核火車全部毀壞 亦都有很多單是的士或私家車 被暴徒不襲擊 所以其實這個襲擊是暴徒挑起的 不是警方挑起的 所以如果你說是警方挑起的 我就不買這個概念 現在看到暴徒不再跟警察衝突 你除非可以解釋一個原因 不然就不是 另外就是為什麼我那時候說 衝突會延續呢 因為如果後面繼續有錢來的話 那些人可以繼續 現在後面沒有錢來 當然要停 所以我很久之前說 要停這件事就要關水口 現在我相信水口關了 他自然會停 這是一個好事 所以政府那邊都不急 因為山水口要拿證據 要找這些人出來 當然就要讓他們犯下事 拍照後就慢慢控中之別 慢慢捉迷糞 所以政府那邊是不急 但是也不等於說他不想快速 快速恢復秩序 但是一步步來 現在你們不再衝突 就可以慢慢恢復秩序 總之現在你們不要再搞事 不要再破壞 那政府就可以慢慢把香港的氣氛 調好一點 但是呢 很多時候現在的破壞已經做了 大家看到就是 香港兩個和大陸接壤的口岸 旺江和羅湖 現在過關人數大減 第二就是旅遊業 開工率大跌 也有傳 本來千多萬港幣一萬的酒店 現在廉價到兩百多元出租 比去大嶼山度假屋兼 有人這樣傳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如果是真的話 香港現在的旅遊業真的很慘 也看到有明報說 長實十幾間酒店 要求員工在下個月 高層放一天假 低層放一天假 這個價是沒有新價 尤其是要減肥費 香港現在的破壞 已經破壞 現在應該要停 在政府角度來說 就有兩個外因推動 一個就是2020年的美國大選 也是2020年台灣大選 這兩個選舉都有意識 香港亂 中國爆發 他們當政的人就會有利益 當然特朗普經常都要 制裁中國 他說不會用香港做棋子 即是會 他說不會即是會 而蔡英文 希望搞到香港的一國兩國不適 他們可以在台灣那邊得到多些民心 所以有兩股外面勢力在推 兩股勢力都是大約在2020年會停 所以我估計要拖至2020年 現在才剛好八月尾 不過接著來學校開學 希望學校開學 學生 高級地上課 少了一班學生出來參與 會安靜一點 但是暴徒阿里卜六星期出來交交 沒有錢就不會搞的了 所以就會靜下來 對香港好事 所以我不太同意我對動機的分析 我仍然覺得動機的分析是對的 在政府角度是無理由要捕亂 所以警察根據政府的指示 去襲擊這個爆眼的女孩 是完全不合理的 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 要不就是黑衣暴徒不傷 要不就是黑衣暴徒故意製造一些事件 這件事我們在顏色革命已經看到了 在很多顏色革命 到現在這個時刻都會有人命損失 這個人命損失就會賴在警察上 因此人民更加吵 所以現在的時間警察要非常非常厭制 千萬不要陷入這個陷阱 警察不動 唯有自己動 一個可能性 我沒有說一定是 可能是 五雙的機會都很大 但是我不敢說一定不是 但是看香港內因只是整個事的一半 還有一半是外因 這個外因就是我分析了 希望我能說服到同學 我特別對 拜拜